在影片開始前 蛋哥要來宣傳一下 我和九尾新開的遊戲頻道 就要完蛋了 我們會在晚上八點或九點直播玩各種遊戲 歡迎大家一起來跟直播喔 順便開始 欸欸 聽說今天會有位轉學生是真的假的 真的啊 聽說皮膚超級白 好像是從國外來留學的 而且聽說是蛋哥的女朋友 蛋哥太膚了吧 養牛也吃啊 哼 不僅如此 他女朋友還說要將自己的妹妹許配給我 不要瞎掰好嗎 我女朋友她不算從國外來的啦 她算是從電視裡面來的 電視 你們應該都聽過她的名字 反正等等就知道啦 看這個討論的程度 想必大家都已經多少有聽說了 今天有一位新同學會轉學過來 現在就要我們歡迎她 喔好期待 是主要的美女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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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大家好我是真子 我來自電視裡面的真是一組 從今天開始來冷淚的世界上學 請大家 多多指教 怎麼辦 大家是不是被我嚇到了 原來傳說中的真子長得這麼可愛啊 一點都不恐怖啊 雖然已經死毀了 就是真一門 咳咳 大家先冷靜一下 我們先幫真子找一個空位置 有什麼問題 你們下課再去問真子同學 哎呀 可惜大哥旁邊沒空位了 那你就先去做右邊那個空位好不好 哼哼 把你安排到班上第二歲的人旁邊 讓你們感情產生裂痕 我就能趁機介入 沒事的 就算我們的位置是分開的 但是我們的心是在一起的 你上來就放誰 好帥大哥 老師我接完的位置讓可以真子做 好 好 那 我們現在準備開始考試 什麼 老師你沒有說過這件要考試啊 怎樣 我就想要臨時抽考不行嗎 突然是在暴露什麼 你們都高三了 即將要面臨大考 找點習慣吧 趕快把考卷往後傳吧 沒錯 我們是一群面臨升學壓力的高三生 基本上每一節課不是在寫考卷 就是在檢討以前考的考卷 沒關係 下下節課就是游泳課了 可以放鬆一下 考完試後 許多人都湧到了真子的面前 並好奇的向真子問各種問題 欸 你皮膚這麼白 曬太陽會變黑還是變咖啡色呢 可以說說你們兩個的戀愛過程嗎 你住的地方真的是在電視裡面嗎 應該不是吃完喝血為生吧 而真子也都有耐心的一一回答 我的幾個好叔友們也因為認識真子 而被問了許多的問題 幸好大部分的人都很友善 雖然有些同學感覺還是有點害怕真子 但沒關係 我相信他們最後會了解他的好的 而此時 正在辦公室改考卷的陳老師 也發現了一件驚人的秘密 真子竟然也交了考卷 重點是 改完後居然得了65分 才剛進入人類學校救助的真子 竟然就考得比胖哥成何他們的分數都還要高 感謝各位的收看 記得訂閱蛋哥超友事以及開啟小鈴鐺喔 也不要忘記訂閱我們的新頻道 就要完蛋了 與我和秋偉在晚上一起直播玩遊戲喔